大家好,我是谷歌的技术推广工程师陈卓 我们知道Android是个开放的系统 这给开发者和用户带来方便的同时 也引入了一些兼容性问题 特别是在中国,Android的生态比较碎片化 所以兼容性问题也尤其严重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 在2017年3月Android开发者预览版本发布时 我们测试了市场上常见的应用对这个预览版的兼容比率 在全球范围内,93%的应用直接兼容Android O 但在中国,这个数字只有60%多 所以,我们专门组建了一个项目组 推动Android在国内应用的兼容性工作 我们与很多OEM厂商、应用市场 第三方SDK提供商、云测平台等机构合作 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在2017年8月底Android O正式版发布时 中国市场上的前1000个应用 对Android O的兼容比率已经达到93% 某些深度合作伙伴的应用市场上 前5000的应用对Android O的兼容比率甚至达到了98% 为了持续提高Android应用的安全性与性能 让用户能享受到最好的Android体验 Google Play在2017年10月发布了新的政策 要求应用必须将Target SDK version设置为一年内发布的Android系统版本 比如说Android O是2017年8月发布的 那么所有新的应用必须在2018年8月前将Target SDK version设置为26或更高 为了给已发布的旧应用更多时间 这些应用的更新版本需要在2018年11月前将Target SDK version设置为26或更高 请开发者们留心此时间 确保应用基于最新的IPI进行开发 以获得安全性和性能方面的优化 我们也发布了指南文档 告诉开发者们在升级Target SDK version时需要注意的兼容性问题 下面我们总结了一些应用兼容性的注意事项 最重要的第一条 不要使用非SDK接口 非SDK接口是指Android系统内部使用 并未提供公开接口的IPI 开发者可能通过Java反射或GNI等技术来调用这些非SDK接口 但是这么做是很危险的 非SDK接口没有任何公开文档 必须查开原代码才能理解其行为逻辑 更重要的是 非SDK接口的函数名 参数列表和返回值 行为逻辑等都有可能在下个Android版本中被大幅修改 甚至接口本身也有可能被删除 这会导致使用非SDK接口的应用在新的Android版本中无法运行 或运行时产生不符合预期的行为 开发者必须投入相当的研发资源 保持其在未来每个Android新版本中的适配 直接使用底层的非SDK接口 有可能会绕过一些Android对用户的安全性和隐私方面的保护 不但影响用户体验 妨害用户隐私 也很可能会被Google Play Protect判定为恶意软件 还提示用户卸载应用 所以我们强烈建议开发者只使用Android SDK中的公开接口进行应用开发 公开接口有详细的技术文档和支持渠道 未来的Android新版本也会保证公开接口的兼容性 即使有改动也会在文档中详细阐名 如果您有合理的理由必须使用某个非SDK接口 请告诉我们 我们很乐意聆听和讨论 并会在充分评估必要性和可行性后 提供可能的方案来满足合理的功能需求 从Android P开始 Android系统中会有三个限制名单 黑名单中的非SDK接口 现在没有被应用使用过 将来也不允许使用 深黑名单中的非SDK接口 其实有可替代的SDK接口 应用在Target SDK Version大于等于P时 不允许使用 浅灰名单中的非SDK接口 没有可替代的SDK接口 应用暂时可以继续使用 但将来Android系统提供替代的SDK接口后 会被逐渐限制 如果你的应用在使用非SDK接口 你可以在Logcat中看到一些出错信息 包括具体的使用非SDK接口的名称 它所在的名单类型 以及调用方式 下面的表格中列举了 使用黑名单或Target SDK Version大于等于P时 使用深黑名单中的非SDK接口时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通过Darvik指令 加瓦反射或GNI的调用都将抛出错误 而通过反射获取资料列表或方法列表时 也不会包含非SDK接口 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 不要直接调用Dex2Alt 从一开始 Dex2Alt就被设计为系统内部使用的编译部署工具 Android从来没有支持开发者直接调用Dex2Alt的场景 我们会持续而不定期的对这个工具进行优化 而很多时候 其行为变更都是与之前不兼容的 比如在大多数情况下 标准的内加载器无法找到或使用 有直接调用Dex2Alt生成的文件 如果您需要从内存中加载Dex文件 而不愿意在内存储中留下痕迹 请使用Android O中新增的加载器 InMemory Dex Class Loader 不要注入或篡改Android Studio生成的Dex和SO文件 Android Studio生成的Dex文件虽然有公开的布局格式 但具体内容还是会在运行时 被系统在后台进行编译优化 如果你在Dex文件中写入自定义的内容 很可能这些写入操作与系统优化发生冲突 以致自定义的内容被擦除或覆盖 甚至导致优化后的Dex在执行时直接崩溃 Android Studio生成的SO文件包含一些原数据 以被动态链接器进行完整性检查 篡改SO文件并不会带来安全性的提升 反而可能导致应用在未来的Android版本中 无法启动 使用NDCAD的开发者 请注意Android在较新的IPI级别时 对NDCAD也有更严格的要求 例如在IPI级别R14级以上 不能使用私有接口 请参阅相关开发文档了解具体信息 DexFile类已经在Android O中被标记为废弃 DexFile在应用开发中的使用暴露了很多问题 导致应用崩溃或错误结果 比如当多个类加载器试图使用同一个DexFile对象来定义某个类式 Android系统会抛出Internal Error 这是因为运行环境将DexFile与一些附加的内部状态信息进行关联 而这些内部状态信息并不能在内加载器之间进行分享 所以请不要在应用开发中再使用DexFile类 如果您对某个SDK接口的行为有任何疑问 可以参考相关的开发者文档 或者直接查阅它在IOSP中的原代码 在中国的Android生态中 应用经常需要的第三方SDK 特别是加固和热修复框架 会有很多直接的Dex操作 而导致应用在Android版本升级时无法正常工作 我们已经与一些常见的SDK提供商合作 在Android新的预览版本中尽早解决兼容性问题 对于应用开发者来说 只需要经常检查第三方SDK的升级公告 及时升级至其最新版本 就能解决大部分与其相关的兼容性问题 如果您使用了第三方SDK尚不支持Android新版本 请报告给其提供商 帮助推动它解决兼容性问题 从Android开始支持多窗口显示 每个Activity可能在不同的窗口中显示 当加载Activity时 可用新的FlagActivityLaunchAdgestionInternFlag 来给系统一个需要多窗口的提示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在活跃屏幕那一边的Activity 才被认为是ActivityTask的顶部 这意味着你不应该假设 被暂停的Activity一定是不可见的 多窗口模式的切换与转评的事件相当 利用标准UI模块的应用 对这方面的处理一般不成问题 如果多窗口模式不适合你的场景 例如全屏游戏 请在API Level 20以上 在Manifest中设置Android Resizable ActivityInforce 来表明不支持多窗口 从Android O开始支持特长屏幕 而且已经有很多厂商 已经开始发布特长屏幕的手机 对于应用来说 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是对屏幕纵横比做出错误的假设 而影响用户的UI体验 你的应用应该能够适应 不同的屏幕尺寸 如果自信UI不适合你的场景 可以考虑在Manifest中的Activity 内设置Resizable ActivityInforce 并加上Android Max Aspect Ratio 来声明最大支持纵横比 这会在特长屏幕的手机上 使用兼用模式 把应用边缘的显示 以黑色填充 请参阅指南文档 获得更多信息 如果你的应用需要检查 Android系统版本 请不要假设 Android.OS.Build.Version.Release 是一个数值 对于即将推出的 Android新版本的预览版 这些值可能是字母数值 例如PPR或者P 而应用在尝试将P解析为数值时 可能会导致崩溃 你应该把Release的值 作为字符串类型来处理 Android.P的开发者预览版 于2018年3月初发布 我们强烈建议开发者 尽早在Android.P预览版中 测试自己的应用 并解决兼容性方面的问题 这样当用户拿到Android.P的设备时 就可以立刻开始体验你的应用了 运行Android.P预览版 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是直接把适当的系统影像 刷到支持的设备上 包括Pixel Pixel XL Pixel 2和Pixel 2 XL 第二种是利用Android模拟器 它对开发工具的要求 请参阅开发者文档 如果你最近没有尝试过使用模拟器 那么它的性能提升了不少 尤其值得介绍的是 Quickboot快速启动功能 在首次启动以后 随后的启动可以在6秒钟之内 闪述完成 方便快捷 利用模拟器可满足不少的平台测试场景 包括二口屏幕的模拟等 请先将你的应用在Android.P的系统上 安装并测试 完成后 你可以尝试将应用的Tagi SDK version 设置为P Compile SDK version设置为Android.P 测试它在Android.P行为下的兼容性 你可以阅读开发者文档 了解Android.P的行为变更和新功能 在应用中合力的调整或使用 我们也提供了 针对Android.P 越南版的开发环境 供开发者使用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介绍了一些Android应用开发中 常见的兼容性最佳实践 开发者应该查阅相关Android版本的详细文档 理解其具体的行为变更 并在自己的应用中 做出相应的调整 如果大家对Android的兼容性 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请留言与我们一起探讨 谢谢大家